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挑战的一个是体能 体能的要求其实很高 整天跑上跑下 尤其我每天要爬山 爬楼 爬各种能隐蔽的地方 还有这个我已经恐高 我们有很多刀威亚从高手往来跳的镜头 其实拍前两条前三条特别害怕 就是已经怕到控制不了表情和志气动作 但是拍五六七八条的时候就习惯了 然后下来休息了一下 然后再上又害怕 还有就是在现场那种战争模拟战争场面下心态的一个调整 因为爆炸就在你身边觉得很近 炸药那个冲击力和那些火泥土都是真的 我真的我觉得很真实很人性化这个电影拍 就是不会像你看看我们像机器人一样 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也会有变化也会疲惫也会累 因为战场上毕竟大家体能将要很大 然后心理学院要接受战场这种情况 然后我又要去打对面的狙击手 所以大家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 不能都是像在训练中的那种姿势 生活是一定要体验的 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人是一个什么状态 你怎么去演他呢 现在很多导演跟剧组 他们其实都特别希望演员能提前来去接触和适应这个环境 他们希望你跟这个行业的人打在一起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要你自己去发现了 别人不可能把他眨眼睛这么眨的告诉你 所以你要自己去发现他身上的不一样 我觉得不管走进什么行业 就算没走进演员 我走进了其他的任何一行业 都是有很多东西要去学的呀 比如说我们互换角色 今天让我突然过来采访 我也不会啊我也要学啊 大家给你的机会比较少是吧 可能你错一次就不会给你改成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才要更加努力啊 努力抓住机会把眼前的这个东西诠释到最好 我叫护轻炮 我起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其实粉丝他们做了很多事 他们他们在很多方面上 都会替你考虑的很多 我觉得很多恋人可能都没有办法想的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人很多嘛 所以他们很多细节和做的很多很多事 都是人家心里比较短的 我为什么让他们好好学习 我其实也没 我也没说你每天在家读书什么 我只是说你们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吧 这其实是我的长辈跟我讲的话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把这个告诉其他人 因为这个是对的事 还是应该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 真的是会让你的原生 会让你的以后发展的方向和你的状态 会变得不一样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